我们这次来看天气热的话 不只会有缺水的危机 那么恐怕供电也会拉紧爆 目前台电已经下令了 包括台积电还有中钢等15个用电大户 要减用5.7万千瓦之外 未来还有可能会无预警的限电 全台用电亮红灯 台电打算祭出无预警限电措施 消息传出让竹科大厂绷紧神经 全台连日高温 也烧到用电量最凶的新竹科学园区 惊险度过核四停建风暴 现在却担心被秋老虎狠咬一口 我想因为可能会比较惊讶 就是说怎么到秋天 还会有这么高的用电量 每年竹科产值超过新台币一兆元 世界级晶圆龙头台积电首当其冲 担心供电不稳 可能会对造价百亿的厂房设备 造成严重伤害 半导体的那种陷阱是越来越小 那整个的精准度是必须要很高的 所以对微小的一种压降 都会影响它 它制成的凉率 竹科遭遇15年来最惊险情况 台电通令15家用电大户 包含台积电中钢等减用5.7万瓦 因为大龄5号机组变压器故障 原本可以供应50万瓦电力 只剩33万瓦 中午11点30分 用电量更逼近3377万瓦 超出预估值60万瓦 竹科大厂决定先展开自救 措施下来是整个单位面积的生产的用电量是减少 用水量其实也是减少的啦 供电吃紧下 和尔厂也罕见性的把税修时间延后一周 能不能平安度过这波限电危机 考验还真是不小 多论财务新闻 江松 黄富翔 新组报导